哈佛加训 两个法国人 有一次啊 两个法国人和两个犹太人搭火车旅行 法国人很单纯 每人买了一张票 而犹太人精达细算 两个人只买了一张票 法国人见到这种情形 就问犹太人 你们只有一张票 等列车长来查票 你们怎么办 犹太人神秘地笑而不打 上了火车不久 便传来列车长查票的叫声 只见两个犹太人急进一间厕所 列车长来到特安门的车厢 首先敲了敲厕所的门说 车票看一下 门开了一条缝 一只手拿着一张票伸出来 列车长怎么也想不到 一间厕所内竟会躲着两个人 他看过了票说道 嗯 好了 谢谢 又把票从门缝中塞了回去 到了目的地 他们四个人玩得很尽兴 准备返程的时候 两个法国人想 犹太人的方法不错 于是他们紧经讨论后 决定也买一张票 可是这次 犹太人连一张票也没买 上了火车 两个法国人期待着 不知道犹太人又有什么好方法 说时迟那时快 列车长又来查票了 法国人顾不得观看犹太人的新招式 两个人赶紧地钻进了厕所 抠抠两声 厕所的门应声而开 一只手拿着一张票 从门缝中伸出来 哦 谢谢 两个犹太人拿了票 立刻往前一节车厢的厕所奔去 这时 两个法国人又听到抠抠两声 这回是列车长 生活首先需要我们分辨是非 知道哪些可为 哪些不可为 学习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 无论你了解了多少 总还是有一些技巧 是你所不知道的 如果你不是聪明绝顶 最好就老老实实地当个傻子 不正当的是 无论你做得多么完美 最后的结局总不会完美 其实这样的故事有很多 在这样的故事里头啊 把犹太人总是写得那么聪明 那犹太人真的那么聪明吗 但是关于犹太人聪明的故事 总是有很多 或许慢慢的已经变成犹太人效应了 提到犹太人就把他们和聪明画上等号 其实每一个民族都有聪明人 犹太人当中也有傻子 也有不聪明愚昧的人 好像圣经真言书提到愚昧愚昧愚昧 那些书的原来的读者就是犹太人 可见犹太人当中也有愚昧的人 但是已经变成犹太人效应了 所以呢或许每个人犹太人 因为自己身为犹太人 就具有了一个犹太人的效应 这反而给他们带来帮助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